哈喽哈喽哈喽劳塞斯的库里达 这车我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小小的感受吧 总之呢就是这台车 如果你把它理解成为一台单纯的汽车 那很明显是不对的 因为它我觉得更大比例的一个概念应该是一个奢侈品 然后只不过它是一个以汽车形式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品 这台车就是当它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 首先你会感觉它的气场真的太强大了 因为这台车已经是采用了劳塞斯的奢华平台而打造的这么一台车 然后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它也用到了一个 V12双胸增压6.75的这么一个排量的发动机 另外还有就是所有奢华平台下面的车的一个共性 就是尺寸都非常的大 那么像这台库里达它的车长已经达到了5米341了 你受了吗 轴距差5毫米就达到了3米3了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像以前我可能会觉得 你说劳塞斯这样的一个车做了一个SUV 然后多多少少就会把它非常经典 非常优雅的那个雪茄车身的线条 好像表现的就不是那么的明显了 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这个观点也被改变了 为什么还是那个原因 就是这台车的气场实在是太强大了 那么像这台车啊 现在是一个锁车的状态 它稍微也已经低了一点了 如果是正常行驶的一个状态的话 它还会稍微再升高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车高呢是可以达到1米83这样的一个高度 那么如果你不是一个身高1米8的人站在它的前面 你知道就是这个车标每次升起的时候 它真的就像从你的胸前升起 你受得了吗这么大的一个前脸2米的宽度 加上整个这个帕斯农神庙的这个大号的中网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真的这个气场实在是太具有那种压迫感了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它很重要的一个魅力所在吧 然后车侧呢 它的轮毂用到的是一个22寸的轮毂 然后开门是非常标志性的这种对开的一个车门 当打开的时候怎么样 对气场OK吗 然后在这呢 非常标志性的劳塞斯的雨伞 这是不可或缺的 然后关门的时候呢 你从外边都是可以这样去很优雅的 去把车门进行一个电动的关闭的 就是所有你对它的任何一个操作 无论是上车还是下车的动作 还是开门的动作 关门的动作 都非常的优雅 这你受了吗 然后再来看一眼它的后备箱 那么像这台车呢 我买到的是一个五座版 我的理由呢 是吧 是因为我偶尔会拉一些比较长 比较大的东西 会比较实用 但其实对于土豪来说 人家都买四座了 为什么人家后边可能还跟着一个各种 G28 MPV Alpha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 你不用参考我的这个观点了 在这一方面 然后后排座椅靠边的放导呢 是靠这个电动的放导 然后有时候你拉一些 比较长的东西需要给顺进去 你会看到整个后备箱的这个地板 跟前面座椅靠边放导之后的这个地板 是有一个台阶的 不用担心 按一下这 它就会升起来了 形成一个平面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往里一触 就OK了 非常的简单 这就是大概它外观的一个状况了 还有一个非常性感的小屁股 怎么样 你觉得它的气场够不够强大 OK 我们再去看一眼车内 跟你聊一眼它开起来的感觉 坐上一台劳塞斯啊 一定要用这个电动去把门关上 这样显得特别的优雅 而不用去伸手 拉它 然后这台车呢 你开起来的一个感觉 就是首先它真的是非常的安静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 这种顶级豪华车 NH标定的一个标杆了 我基本上现在如果去测一台豪华车的话 都会以这个来作为一个标准 音响系统啊等等等等 这些配置啊什么的 就不用多说了 你知道都到700万这样 价格区间的一个车了 还有像什么这内饰啊 缝线啊 这就都不用说了 而且你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可以去随意的定制 甚至包括这个劳塞斯的logo 你都可以去定制 你喜好专属的一个logo 然后所有的这些按键 包括空调的出风口 你听听 这个材质全部都是金属的 然后像空调的这个区域呢 也保留了劳塞斯特别传统的一个 调整的一个范儿 就是左右温区 然后包括上下都可以去设定 然后它显示这个风量 这个调节也是用到了 软中高和max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表达 尽可能的去保留很多的 这种传统的一个方式 然后包括启动按键 也是保留在了左边 等等等等的这些细节 然后这个车机系统呢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个iDrive的车机系统了 然后仪表呢 保留了这个物理的一个外圈 在里面的仪表的显示 用到的是液晶 然后在科技配置方面呢 那么像这台车 其实像辅助驾驶什么的 它最多也就给到你一个ACC 它就没有给你更高级别的 辅助驾驶的选择了 它更多给你保留的是 一个传统的那种范儿 开起来呢 除了刚才我说到的安静 还有就是底盘 它是一个极致舒适取向的一个设定 那么像它的这个底盘开起来 真的会有一点点的忽忽悠悠 在美国试驾的时候 这台车在那些freeway上 如果开到了150 140 跟着车流的话 你都会稍微的感觉 有一点小小心虚 因为开快了之后 它底盘确实还是比较软的 然后在这个动力总成方面呢 这台车所装的是一台V12 双温轮增压排量6.75的 这么一台发动机 刚才我说了 6.75这个排量 跟这个劳塞斯的奢华平台 是一个专属的匹配的 那么这台车的最大的输出功率呢 是可以做到571马力 最大扭矩呢 是850牛米 这是这个普通版本的库里南 如果是BB版本呢 就是那个black badge版本的话 它的最大输出功率 是可以做到600马力 900牛米 这你受了吗 然后配的是一个8AT的 一个变速箱 那么像这台普通版的库里南呢 它的百公里加速呢 是可以做到5.2秒 但是作为这台车来说 你真的要把它开那么猛吗 然后油耗方面呢 可能也只有我这种屌丝 会比较关心啊 那像我同事一开始就问我说 诶 郑哥这车油耗高吗 能到156个吗 我跟他说 这车的油耗很少低于18个 这你受了吗 但是对于这台车来说 它就必须要有一个 这么大排量 这么多刚速的一个发动机 也是必须 要有一个这么高的油耗 为什么 这就是它的定位 这就是一个奢侈品的定位 这就给你喝豆浆似的 土豪去喝豆浆 必须倒三碗 喝一碗 这你受了吗 对 这就是这个车 大概整个开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动力的表现啊 还有底盘的表现啊 还有NV标定的一个表现 然后在驾驶模式方面呢 其实这个劳塞斯 它并不给你提供驾驶模式 它就挂挡 走就好了 它并不会给你提供什么 舒适啊 运动啊 no more啊 等等等等 这几种驾驶模式 而是 如果你想调的话 在挡杆的里边 这一个low 你按一下这个按键之后 其实 理论上 它管这个东西叫做 低速爬坡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挡位 但我就把它理解成为 运动挡位了 按下去之后呢 这个车明显就会感觉 它降挡非常的积极 升挡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迟缓 反正开起来给我的 第一感觉就是真的猛 但是在底盘的这个 阻尼的改变上 并没有什么改变 然后除此之外呢 就在这儿 还有一些什么offroad的模式啊 陡坡缓降啊 车身的这个升降呀 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按键 但真的会有人去开 库里南越野吗 报告 我 开着别人的库里南 去过沙漠 玩命的造完了之后 居然还没有挨揍 这你收了吗 非常的荣幸 然后这台车呢 看一下车顶啊 这是选的一个天窗 然后作为这个库里南呢 其实你还可以去选择一个星空顶 但到库里南这个时期的 这个所谓的星空顶呢 已经就是变成了流星顶了 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有那种神秘的感觉 那样的一个范儿 但从实用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还是天窗更加实用 对 讲实用 像我这种屌丝 一般都是比较讲究实用的 走 再去看一下后排 后排 上车的这个姿势呢 因为它是一个反开的马车门 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上车的这个姿势 是非常非常的优雅的啊 然后你还有一个细节 你会发现就是 当这个车门即使在没有关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看这个位置了吗 它也是依然有一个这种肘脱的 就是你的胳膊 依然是可以放在这上面的 并不会让你胳膊放空 然后关门 依然是一键 关门 然后这台车呢 是五对板 在中间呢 这是一个扶寿 还是那句话啊 我这种屌丝会觉得五对更加的实用 然后这台车呢 可能会大家好奇说 那后排的娱乐系统是怎么样的呢 在这了 小桌板 娱乐系统的屏幕 就在这了 而且这台库里南 在后排的这个区域 是给你提供一个CD的叠仓的 CD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一个音源的介质的 前段时间 郝云老师给了伟章他签名的CD 由于我有这个CD的叠仓 所以我就能够去享受到它非常优美的作品 非常好听的作品 在音源的这个效果方面 确实CD的这个效果还是还原度非常非常的高的 这个我觉得也算是对于一种传统的小小的致敬吧 然后关闭这个娱乐系统 就是这样来操作的了 然后包括所有的细节 你看哪怕是脚下的这个出风口 都是保留了一个电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脚踩的都给你这样的一个材质 这里受了吗 总之呢就是这台车还是那句话 就是这个库里南或者说是劳塞斯的任何一个产品 任何一台车 其实你都应该去把它理解成为一个 以汽车形式而存在的这么一个奢侈度 你们说对吗 我觉得这样来想 你可能就想的更加透彻 更加的明白了 而且其实为什么这个库里南现在这么火 就是恨不得 如果你此时此刻有一个立刻能提车的配合的话 你真的马上立刻出去就能卖三四十万 你受了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其实库里南作为现在大家都比较爱开的SUV的这么一个车型来说 那它就是最贵的一个 那它就是最贵的一个了 你想想想想想一想 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参考一下 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既然这样